在台湾 台北市長柯文哲一至三日率團前往上海 參加2017台北上海雙城論壇 返台前夕與中國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面 獲得高規格的禮遇 是蔡英文執政後兩岸官方最高層級的交流 柯文哲以突破僵局平安歸來 總結這次雙城論壇的心得 雙城論壇期間柯文哲與上海市長應用兩人的講稿 很有默契的都提到兩岸一家親與建構命運共同體 惹來獨派團體的不滿 號召約20人前往台北松山機場接機 高舉政治小三認錯道歉 台灣國辦公室主任陳俊涵表示 陸委會發出聲明指中國大陸蓄意剝奪台灣國際生存空間 與其所聲稱的兩岸一家親背離與矛盾 台獨大佬林卓水4日也說 柯文哲可以對大陸發言友善但不能夠肉麻 認為柯附中交流符合北京長期規劃的統戰模式 柯不必沾沾自喜 不過台灣師範大學大陸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認為 柯文哲在藍綠各自承認與不承認九二共識間 表達尊重與理解走出了第三條路 也突破蔡英文政府所不能突破的僵局 范世平說 我覺得在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之下 用兩岸一家親或者是用生命共同體來替代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一個發展的模式 或者你可以說是個科批模式 范世平還說 中共看起來是同意了科批模式 未來不管是清中 和中 支中 最終都要能夠負中才行 而柯文哲模式帶出了未來兩岸城市首長交流的新途徑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苗秋菊 台北報導